我的朋友先看看这些机器 那个两千多那扎草剂最早那个 慢慢这这下边这个底子已经都有点发霉了 说扔了吧清理清理 准备这两天清理清理准备就开始弄这个棒子接了 现在园子地不是马上这个立休以后就开始 种这个什么浪漫是种白菜浪漫不是该 种白菜浪漫那圆子里边那个棒子就开始有收的了 这这这玩意就个扎草剂这玩意喂牛行 你要喂羊他扎那个棒子接不行 棒子接他的羊剩那个节 喂牛行这最早那个 但是这种机器不容易出毛病 大节是不是也也不太好 没事没事 根上根上那一节没事 当然喂牛吃的 我觉得不是喂的少的原因 吃的挺干净 我让你看看这个这个清理草 我给你拿个刀子给你弄开 你看这个等于就是炸出来 这加那个发酵剂 你闻着味 它没那个棒子接香 这个也是回来自己自己炸过的 对对 这是炸草剂 但是它这个炸草剂炸不太烂了 炸了一下 然后加那个发酵剂 它弄出来这个它牛都是因为这个少嘛 这个每次就是添一包 就是牛先抢着吃这个 吃完这个才吃那个棒子接 特别厉害的牛 你再看那个棒子接去 棒子接我这这个棒子接属于这个黄猪头 对不能算清楚 你掰了棒子都是 因为它掰棒子掰的也比较晚 它那个都现在不种麦子嘛 不是 跟那以前种麦子不一样 种麦子它掰的早 你这碗牛也打不少呢 去年准备了有 将近大几十吋嘛 百十两吋 你看都是发黄的 对这是黄厨 你看这个味好 这个味好但是 它没那个花生羊爱吃 嗯 是吧 但你要是做出清楚了 它就可能爱吃了 清楚也有清楚也有清的 一样 嗯 一样 道理是一样 就是清除的就是发清点 水分高点 嗯 重点 也有那个不是有的那收的玉米 它整个全是清的 也有那种 一百多斤 啊 这种估计 倒不了一百斤 黄厨应该倒不了 要是清除的一百斤 一百一二 嗯 清除水分大嘛 不是 嗯 这个味好 这比那个花生羊味好 嗯 它是香的 对 嗯 这个打包草 喂起来特别方便 这个清露草 用清露吃的话 取草的时候 嗯 特别费事 但是用打包机的话 比清露吃相对来说 成为要高一点 这个打包机 适合我们这些收草 收庄家 不集中的地区 行 走 那走吧 坐你这吃吧 我那个电池不行 那炸不行了 那炸线给断了 嗯 今天哎呀 煤的不行 今天煤的不行 聊了一上午 凉的挺偷远 嗯 先来到饭点了 出去吃点饭去 现在这个天气又梅又热 嗯 准备去这个饭店 不回家了 在这个三福厅 不光这个牛糟糕 这个人也是太糟糕 嗯 不能动它 一动它是一身饭 今天天气太热了 嗯 吃着饭 这个饭都没有落 因为是开始吃过来的 那就喝了点饮药 是 没有喝酒 人家这挺好 对 冬天基本上不上 不下零度 嗯 哎 那夏天最热的时候 就是三十三十度左右 关键 因为它在这 我们这一天 哦 是 它那边就是到这个机 也是福天 闷着的比较厉害 但是人家 整体信号要比咱们这边要好 好多